第174章 身份暴露危机 陪你吗? 许七安心说 这当然不行啊 如果只是你的话 我可以将就一下 加上恶毒的婶婶 那就不行 我知道很过分 大哥明日还要去衙门当职 可娘一定要我来 劝说大哥在门口守着 许玲月剖开来肯定是黑的 她自己也害怕得睡不着觉 但把锅甩给了母亲 守在门口啊 二叔个逼肯定在叫方斯风流快火 却要我给她的妻女守门 许七安叹口气 无奈道 好 她穿戴好衣服 为了稳定婶婶和妹妹的心 特意带了黑金长刀 我在外头坐着 你们赶紧睡 许七安指头扣了扣屋门 好 多谢大哥 多谢大郎 屋子传来妹妹和绿鹅的声音 软弱好听 婶婶倔强地不开口 许七安盘膝打坐 一边搬运气机 一边与脑海观想 过了片刻 耳边传来婶婶轻微地说话声 会不会从窗口飘进来啊 宁宴睡着了怎么办 娘你别瞎说 大哥带着刀的 婶婶一听 婶儿带着刀手在外面 心里顿时放心了些 屋子里半晌无话 只有呼噜声传出来 那是许林音的 可以脑补她 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张着嘴呼哈呼哈地酣睡 过了一阵 婶婶喊道 宁宴 许七安美好气道 我在呢 于是 她每隔一段时间就咳嗽一下 屋子里的女眷们 听到她充满雌性的咳嗽声 就不会怕了 婶婶和妹妹 害怕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宅子 是真的闹过鬼 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故事 等时间久了 这种恐惧会自然淡忘 又过了片刻 婶婶抱怨的声音传来 林月 别贴着娘这么近 怪热的 娘许林月 委屈又撒娇的语气 婶婶到底是心疼女儿的 没有再说话 过了片刻 突然压低声音 林月 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许七安尔阔一动 听到这句话 起初不觉得有什么 但婶婶的语气 很是古怪 她聆听着 果然听见妹妹休暖地说 娘 你别嘲笑我 哪有你的大 废话 娘已经生儿育女了 但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可没你这般规模的 婶婶说着 感慨道 你是到嫁人的年纪了 许林月 漠然不语 可怜的林月 小小年纪 胸口长了这么大两个肿瘤 许七安嘴角一挑 差点因为自己的吐槽 笑出声 感觉手门也不算枯燥 婶婶又说 你住大郎隔壁 记得沐浴的时候 要住一些 舞者的耳目聪明 要记得防备 娘 你是说大哥会偷看我洗澡 黑暗中 许林月眸子闪亮 我不会 我没有 别冤枉我 我在教方司 都是和福香一起洗的 犯不着偷看 许七安觉得 婶婶一如既往的歹毒 现在正面对不过她 就暗中使坏 离间她和林月的 纯真兄妹情 大郎不会偷看 你就什么都不防了 婶婶催了女儿一口 然后扭头看一眼房门方向 听着哲儿时不时响起了咳嗽声 安心地继续说话 许七安一宿没睡 吐纳契机 锤炼原神 黎明破晓后 依旧精神抖擞 吃早饭时 许平志回来了 一身戎装 手里没有提清局 许七安便相信 二叔昨夜是真的当职 而不是去叫方思 昨日林音夜里跑出来 睡在井边 婶婶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二叔 幸好府上还有宁宴 要是她也不在 真闹了鬼 说到这里 胆小的婶婶又害怕了 纯粹自己吓自己 许二叔朝着汗手 问道 林音半夜睡井边做啥 许七安说 都怪婶婶骗她说 鬼放在油里炸一炸 比什么都好吃 她馋了 哦 许二叔点点头 觉得这是自己用 女会干出来的事 没什么值得惊讶 住在新宅后 早晨起的便可以晚一些 而起码过去只要半小时 非常便利 许七安到了衙门 照例去李玉春的春风堂点卯 确认今日没有被安排任务 便带着宋廷峰和朱广孝外出寻街 市井之中 百姓川流不息 货郎走街串巷 商铺客人络绎不绝 内城的繁华远胜外城 许七安打算带宋廷峰和朱广孝 再去一趟养生堂 但两个小老弟死活不愿意去 他便独自前往 见到了六号恒远 以及黑狗 得知可怜的孩子身体状况好转 许七安松了口气 隐隐有种卸下心里大食的如释重负 许大人 贫僧有一事想问 恒远何时到 大师请说 许七安心情颇为轻松地笑着 许大人出见那孩子时 说过一句话 恒远凝视着他 许大人说 这是那个孩子 许大人似乎知道他 可贫僧记得 你们没有任何交集 曹 那天受到的冲击太大 一时不慎说漏嘴了 许七安笑了笑 表面稳如老狗 心里开始慌了 六号该不会是怀疑我是三号了吧 话说回来 那天我还当着他的面捡钱了 嗯 单纯地捡到钱不算什么 谁还没有走狗屎运的时候 但六号肯定会有猜测 觉得我不太正常 说不定已经把我往三号身上靠 但我塑造的儒家学子的形象 已经在天地会成员心里扎根 第一印象永远是最重要 最无法改变的 所以六号顶多是怀疑 想到这里 许七安叹息道 我曾听三号说过 他没有多余的解释 剩下的交给恒远去脑补 首先 恒远肯定会对所谓的上下级关系 产生质疑 天地会不是一个隐秘势力 但外界的天地会 是由金莲道长为代表的 地宗道士组成 而另一个由地书碎片持有者组成的 天地会才是真正的隐秘势力 三号怎么可能随意把这种事告知下属 然后 六号恒远会带着这样的疑惑去调查他 查着查着 发现原来许大人的堂弟是儒家书院的学子 这时候 他会觉得自己发现了滑点 果然 恒远没有说什么 表情沉宁的微微汗手 其实身份暴露不暴露 问题不大了 六号恒远是个好人 嗯 主要是我在网上吹牛吹得太嗨了 感觉身份暴露会很羞耻啊 许其安告辞离开 回到衙门后 许其安又收到了 四天剑的白衣送来的信件 说 楚彩薇的炼金术 取得了重大突破 宋青换他去四天剑商议 这么快的吗 许其安骑上马匹 策马来到观星楼 他在七楼的炼丹坊 见到了宋青和楚彩薇 同时也看见了两双同款的黑眼圈 彩薇姑娘 要多注意休息啊 许其安心说 您也成为时间管理大师了吗 顶着浓浓黑眼圈 目光呆滞的楚彩薇 显得更加呆萌了 疲惫地说 三天没合眼了 宋青从袖子里取出瓷瓶 递给许其安 你看看 许其安扒开木塞 到了一点在掌心 香菇粉末中 夹杂着细微的晶体颗粒 他舔了舔 一股强烈的鲜味在味蕾蔓延 舌头火辣辣的 怎么做出来的 许其安震惊了 谷物发酵 添加蜜糖 提纯 宋青白白手 不想解释 你想知道流程 回头我让采薇写给你 你先看看是不是这玩意 许其安沉吟道 味道很像 这东西有毒吗 无毒 那便是了 宋青点点头 道 这东西比盐更珍贵 要普及推广的话 朝廷必然要垄断的 以往四天剑出品的东西 都是由朝廷来负责经营 每年的收益 四天剑占三成 我与杨师兄商议过了 分你一成 只分一成的原因是 许其安只提出了 味精的概念 以及一些理论步骤 那些步骤有的正确 有的则让 宋青和楚彩薇 走了不少弯路 在这个新型炼金术中 楚彩薇和宋青的付出 要更大 很公平的分配 许其安点点头 试探道 那么 我一年能分到多少银子 嗯 我知道缺乏评估依据 宋师兄可以大致估算一下 这要看朝廷打算怎么卖它 宋青尘印道 一成的话 几千上万两银子 我指的是京城地界 说完 他发现自己的手 被许其安牢牢握在掌中 这位铜锣语重心肠 深情款款地说 愿咱们的情义 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 炎 炎中了 皇宫 御花园 魏冤陪着原景帝 漫步在御花园中 阳光温暖 这座占地达二十亩的皇家花园 种植着各种珍贵的花种 树木 冬日与春日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风景 双沙白草 花木凋敝 这看似萧条的景象 细品之下 也别有一番滋味 原景帝附着手 亦有所指的感慨 他的身后 落后小半个身位的魏冤 沉吟着说道 陛下 萧条 从古至今都不是风景 面对青衣大宦官的顶状 原景帝只是笑笑 不慎在意地说 来年开春 自然变百花盛放了 魏冤仿佛在台杠 来年春天 时候上早 这萧条 不知道又要延续到何时 原景帝斜了他一眼 那魏军觉得当如何 魏冤温和道 百花盛放的景象固然美 奈何春去东来 繁华落尽 陛下你看那些四季长青的树木 不管春风秋月 夏日冬雪 它们都依然存在 产去繁杂多样的花草 留下四季长青的树木 方氏长久知道 原景帝脸去笑容 冷眼邪腻 大青衣面带微笑 目光温和 半步不退 君臣相视许久 原景帝淡淡道 皇后前几日感染风寒 身体痊愈后 便食欲不佳 连这几天都没怎么用膳 魏冤终于挪开目光 躬身作一 四天见的术士怎么说 食欲不佳 但身体无恙 静养 原景帝说 但朕见皇后销售不少 魏冤 你替朕去看看他 是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